而每年的清明节玉璃镇长梁纳谷塔总是涌入大批的人潮 而年长或者是生长者却因为纳谷塔没有设置电梯 导致追思记组寸步难行 玉璃镇代表徐玉珠建议政工所推动纳谷塔增设电梯的工程 让人人都能够追思记组 每年的清明节玉璃镇长梁纳谷塔总是涌入大批的人潮 年长生长者却因为纳谷塔没有设置电梯 导致追思记组寸步难行 玉璃镇代表徐玉珠建议政工所 推动纳谷塔增设电梯的工程 让人人都能追思记组 因为很多年迈的 还有一些乘坐轮椅的 根本上不了二楼 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 这次918没有办法列入 上一次的咨询里面你有跟我提过 所以是不是在 因为我觉得政长的能力很强 是不是把这个问题一并的请政长 用什么方式 用最快最能解决的办法 因为明年的清明又要遇到这样的问题 玉璃镇公所则是回应 会后会在与公所相关客室 以及政长来讨论研议 也希望让年长以及行动不变者 都能够平安顺利扫目继组 像这种报告 它在拟定计划向中央申请 说长积极一点 长梁纳谷塔就是塔位 因楼高无电梯设计 长者或行动不变者都必须要步行上下楼层 确实不易 徐玉珠希望公所团队努力得以让电梯工程圆满完成 也让前来季族的民众追思有爱无爱的祭拜环境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